字幕志明 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我是佩玲 今天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到慈大主持科學室沙龍 我想這次是第一次 台大科教中心跟慈大合辦這樣子的活動 而且請到兩位很優秀的老師 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場會是閻老師的這個分享 那其實在閻老師要來準備這場演講前 我們就去研究一下閻老師的FB 然後聽到一個非常驚人的消息 說自從講了慈大這場就要開始瘋麥了 那大家看你不要緊張 我們就開始回想到那個 將會要瘋麥的那種強調的情況 所以苦求說千萬不要一場就瘋麥 要瘋麥的話好歹要這種告別演唱會 至少要舉辦個二三十場 才能夠符合老師在學術上面的成就 所以我想花蓮是老師瘋麥的第一場 之後只要有看到這個閻洪陽老師 要開始有演講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把握音源多看 多聽一場少一場 那今天我不多說 這個只有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所以我就趕快把時間交給閻老師 那請老師來跟我們介紹 今天這個第一場的這個科學史的內容 大家都知道我們第一場要講什麼 瘋麥的故事 好 大家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閻老師 好 謝謝 剛開始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台灣有兩種人 有很嚴重的失憶症 記憶不好的人 也知道 有兩種人 嚴重的失憶症 正是 不是 還有 再講 第一種人是誰你知道嗎 一道大哥 他會講 你知你白叫什麼名字嗎 第二種人喔 就是像他 像他 為什麼呢 還有 因為 因為啊 他的演講的時候 一定會秀出他的名字 因為他還忘了自己叫什麼名字 所以我是屬於這個第二種失憶症的 好 今天跟大家互相念幾個故事 我跟第二位講者不一樣 他是念 牙醫出身 然後改行 我不是 我不是醫生 我一輩子從來沒做過昆蟲研究 我是純粹的水生生物神經學的研究者 但是我跟各位分享 這是我的讀書報告 也是分享了 累積了二十幾年 最主要是小時候 我跟我的吳阿姨長大 他跟我講說他得過逆疾 那種痛苦的經驗 在二戰的時候 因為疏散到鄉下具備 所以台灣那時候 因為瘧疾很嚴重 所以他聽說 可是我從來沒經歷過瘧疾 所以我就很多那種fascination在裡面 然後第二個 是因為 我在美國做post talk的時候 因人機會差一點點 去參加美國一個陸軍的計畫 專門研究瘧疾 所以因為有跟那些人交往 所以就累積了很多瘧疾的知識 一直過去二十幾年 有機會就是把它累積 一個file就把data丟過來念一念 剛好去年台大科教中央高雄前 跟我們講說要繳文科學沙龍 就是在吳建勇科學演講 好 我來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那這個當然是剛才佩妮講說要封麥 之前我還講一個原子彈的故事 然後再講一個雷達的故事 我會做原子彈你相不相信 好 這個我們在講瘧疾 那這個就很典型的 文字丁家具有寫出來了 這個我們經常被咬not a big deal 對不對 可是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瘧疾的媒介vector 它就要吸血 然後把那個原蟲裡面的配子體送到它裡面 然後才能夠結合 變成有性的增值 然後才會進入這個cycle 這是我們再來跟各位分享的故事 那麼這一張是FL的資料所compile出來 就是說你看這個數目就是說 meaning就是這樣的就是七十萬 這是百萬千萬 亦有 像非洲就有1.88億的人被感染 malaria 那亞洲也有 南亞大陸也有 非洲也有 非洲是目前最嚴重的 然後還有你看每1千人有多少人被感染 那還好我們台灣在這裡是沒有 可是這張圖你假如是看原來WHO的話 台灣是被列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把台灣算是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這個是兩個月前 經濟權雜誌的一個專題裡面報 它經濟權雜誌 因為我這定的在看 它是非常公正的說 它知道這個是兩個不同 因為它把它拿出來 所以台灣就沒有顏色了 我每次看到WHO的資料 我都會心裡有的時候 變笑了 就是說表示說這個score 到現在目前還是在影響全世界 我們運氣得不錯 等一下我們在談 為什麼我們沒有在這個地方有顏色呢 那麼這就是WHO的資料 最主要講的半天 最主要就是這一句話 2013年有1.98億人死亡 病例就被感染 58.4萬死亡 這是一個medium的number 就是估算出來的 那最可怕的是這些人 大部分都是5歲以下的小孩子 因為沒什麼影韻力 所以會死亡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很嚴重的 造成這個人類死亡的因素 可是像我們在台灣 我根本不必care這種東西 這種事情不會在我們身上發生嗎 那表示說我們曾經做了很大的努力 可以再錄一下 那麼一個病人要得到這個malaria 會怎麼樣呢 頭痛 身體會發熱 然後肌肉會痠痛 然後背也會痛 然後skin會有這種冷 會 chill 冷 又會流汗 然後這個什麼 咳嗽 然後這個Spring會腫大 因為感染 然後肚子會不舒服 不過真的假如不講 再講一個 在座陳老師 請個老師 這個月要教科技部的計畫 其實跟著症狀都差不多一樣 會經常有這個問題 還好我今天不用 因為我明天要退休不用再寫了 但是這樣的 那個老師們是 皮脹是不會腫大 不過其他症狀差不多一樣 所以你想要這個不舒服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你是得了malaria 你是得了這個科技部的症候群 好 那這一張最好的 全世界能夠傳染 念語題的蚊子只有40種 就這些全部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種類 但都會傳染 可是你注意到 比如像加拿大絕對不會有 為什麼 太冷了 蚊子沒有空調的地方他不去 所以他就這裡沒有了 台灣有沒有 目前還有 台灣還是冷藍有虐蚊 但是因為你沒有虐原蟲嘛 所以你更不用怕 那等一下就有更好的故事 台灣因為太過分的發達的情況之下 虐蚊是活不下去 我們等一下再談 為什麼虐蚊不敢活在台灣 本來活得很好 現在活不下去了 那麼這裡有40個 Anuboris 這個Genas有40種會傳播病媒 所以它是一個Vector 所以你看 一個要斷一個疾病的方法 虐原蟲是造成病原因 它是一個媒介 要是能夠把它幹掉 不就不會傳染了嗎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 就有兩個方式來找手 一個是把虐原蟲幹掉 一個是把Vector幹掉 那我們來看看Strategy是怎樣 虐蚊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你腳架 花年一定有蚊子 但是現在台灣只能夠傳播 虐蚊只有一種叫矮腳蚊 虐蚊 是那個很難看得到的 所有的虐蚊跟普通的家蚊不一樣 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一定會 它戰意的時候它會翹起來 所以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是上一個世紀生的人 那時候可能台灣還有虐蚊 所以我們老師就跟你講 只要在牆壁上看到那些捏文 這個是翹起來的話 馬上拖鞋就打過去 把它打掉 一般家人絕對不會翹起來 所以要台灣現在看到這個捏文 大概也很難 所以大家在野外很容易就馬上看出來 這個因為這是很毒的一種 Anopheles這個 這個傳播人蠻厲害的 所以很容易從它的morphology 形態上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我現在用這個影片 對不起 因為用英文的發音 告訴你這個 這個life cycle是怎麼完成的 那你假如都聽不懂的話 那你就覺得說你去什麼科技 沒以花的錢都白花了 回去就把錢要回來 我們來聽一下好了 我們來聽一下好了 好 我們用聲音 Merezoate The released merozoites invade other liver cells and enter the host's bloodstream where they invade erythrocytes. Once inside the erythrocyte the merozoite begins to enlarge as a uninucleate cell turned a ring trophozoite. The trophozoite's nucleus then divides essentially to produce a schizond which contains several nuclei. The schizond then divides and produces mononucleated merozoites. The erythrocyte ruptures and releases toxins throughout the body of the host bringing about the well-known cycle of fever and chills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malaria. Plasmodium enters a sexual phase when some merozoites in the erythrocytes develop into gametocytes cells capable of producing both male and female gametes. Erythrocytes containing gametocytes do not rupture. Gametocytes are incapable of producing gametes within their human hosts and do so only when they are extracted from an infected human host by a mosquito. Within the gut of the mosquito the gametocytes form male and female gametes. The resultant diploid zygotes develop within the mosquito's intestinal walls and ultimately differentiate into oocysts. Within the oocysts repeated mitonic divisions take place producing large numbers of sporozoites. These sporozoites migrate to the salivary glands of the mosquito and from there are injected by the mosquito into the bloodstream of a human, thus starting the life cycle of the parasite again. 好這個很簡單講完了你要是沒有聽懂來複習一下很簡單這個蚊子阿姨吸血的時候 Sporoides就是透過它跑到這個Lieber然後產生這個劣質質然後劣質質會產生P質 然後當然它攻擊血液的時候破出來的後面毒素那個毒性Toxic毒霧出來所以就會發燒發冷發熱這是我阿姨當我哥哥講過的事情 然後它在體內會產生這個Gamital cycle然後進入它的腸道呢它變成最後變成Oversight又變成產生這個Sporoide又回復這個cycle 所以你想想看This is a vector 這是你病的人這是女原蟲 所以你要斷它的路人殺掉它或在裡面把它幹掉應該就可以達成 所以這些年來科學家們的努力就是在往這個方向要想要把它斷這個或斷這個方法來遭受 那麼這個Plasmodium這個原蟲這個Ginus有14種可是只有5種被刺變其他不會 那麼最嚴重就是這個Mannigan的這個惡性惡自唸的Brosy Paran 這個大概是目前造成死亡率最多就是這個Plasmodium 它有慢性惡自唸就是慢性惡自唸 就兩天才花作一次三天花作一次惡性自唸 就是因為它主要一日兩日就是那個細胞不是進到血液嘛 大量昏迷就衝出來就假如是一天一次就是就是你三天才一次的就是所謂叫三天 因為三天才會不舒服一次嘛 就是就用這個來定名 但是染色像 陳老師就知道做這個衛生物理當然知道有染色方法就知道這是屬於哪一面 因為它有的一些糖類的特性 那麼這個Plasmodium這個原蟲會治病 是首先由這個法國這個醫生他就發現到 所以這是一個致病的原則 所以也因為他這個發現 他另外也發現這個灰洲的睡眠病 Trapanosoma的原因也是他發現 所以因為他這樣他在1907年拿到諾貝爾獎 所以知道說這個病原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然後另外一個英國的醫生叫做Ron Ross 這是他當年的筆記本 他是Gene1 他在那個熱帶發現說原來會傳染這個病媒 病原的這個病媒其實就是五字 所以這兩個因子被 就經過一百年前就被知道了 所以你看我花了一百年還是在跟他混戰 所以知道這個病媒跟這個病原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關係 就是這裡兩個人把它找出來 然後我們再講一個密集所扮演一個還蠻玩的故事 這個地方是哥倫比亞 這邊是中民巴拉瑪不然是地方 然後這地方有個叫做一個Town叫做Cartagina 我把它放圖放大就是Cartagina 那你想想看這些公路在1711年是不存在的 所以這個地方當時一個總督就是Blaster 這一個西班牙的 由西班牙先來佔了南美 這是他們最主要的總部 軍隊什麼都放在這地方 因為由海陸進出 由海陸出去很方便 陸入根本都是叢林 那這個英國人就不爽 英國當時不日落帝國 這個南美被你搶去我不爽 所以在1741年就差不多 將近四百年前了 3月15號 就由這個海軍上將 Edward Moore帶領陸軍的指揮官 一千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個士兵 五十條戰艦 一百多條普及艦 就來兵林間下把它圍起來 因為你沒地方逃 當時根本沒有這個公路 我把你圍起來讓你斷糧 叫你投降 投降之後南美就變成我的了 就到來就兵林城下 然後就在外面把它圍起來 叫做Layer Siege 那你看這是3月15號 結果到4月14號才一個月後 一萬八千個兵剩下三萬五千個 他說這個會打不可 在下一頓沒兵可以打了 好 就啟動 六天之後死了八百個 一千八百被抓 所以他們就知道 屁股尾巴夾著就回去了 那誰幫了他的忙 瘟吉 結果他們在圍城的時候 住在城裡面的人 早就被瘟吉咬過多少 早就已經開始有免疫力了 不怕了 第一次從來沒人接過瘟吉 瘟吉過去 嘟 全部都倒掉了 你看一個月就死了 一萬八千人剩下三千多人 然後打仗又輸掉一半 所以就跑掉了 所以你知道嗎 西班牙的帝國 其實是被瘟吉給拯救了 不然早就被英國人搶走了 可是這事情有發生在台灣 台灣曾經牡丹色事件 在屏東 日本人不爽 劉瘟吉過來的移民 被我們原住民把他幹掉 他們就派了大兵到牡丹色 結果也是還沒有打 就全部死光光了 有虐文就全部把他幹掉 日本那時候根本沒有虐文 所以他就兵佑 他們只有尾巴夾著也回去了 所以虐文也幫過台灣的人 不然更早 沒有甲午之戰之前 已經就被日本人佔領不過了 所以這個即便是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有的只能圍在裡面 故事歷史都可以重寫的 這是一個故事 好 這是這個問題 又有另外一個故事 張的不是哥倫比亞嗎 下面是Eguetor 俄瓜多 有個地方叫Loha 這裡面又有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我們放大一下 Google的地景圖 Loha在這個地方 那Loha是什麼好玩呢 在這個 這個組長 在Eguetor 那個叫Van López de Calas 他是那邊的Governor 就是類似像總督一樣 那當然他上面有個頭頭 叫做Canto Chincho 然後他老婆叫Ana de Osorio 就被發現是不是有感染的這個 花熱 他當然不曉得這個孽極 就是熱病 那麼這一個總督 他聽說 這個土著跟他講 有這種熱病的時候 只要找這個樹這個皮 拿來煮一煮 喝下去就沒事了 所以他就趕快 先夜間沈 帶這個樹皮去找他的大老闆 然後煮了這個水給這個老闆娘吃 老闆娘就沒事了 所以就活過了這個孽極的 可是他怎麼知道呢 是這樣子 故事很多來人 主要是他們認為 當時耶穌會的傳教士 都到那邊去傳教 然後那個土著人跟他講說 你得了熱病 就到這一潭水去喝 咬那個水起來喝就會好 就去喝真的就沒事了 所以他那個是神水對不對 土著人就把他當作神水來看待 可是Joshua的人 這耶穌會人是什麼 所有全世界天主教大學 都是耶穌會人在辦的 因為他很注重這個王族 所以耶穌會 基督教裡面神父 最不保守的就是耶穌會人 你出來跟教皇鬧事的都是耶穌會 因為他們都有唸大學有博士 可是他們就不會相信說那是神水 有意思他們是上帝的使徒 可是他不相信那是神水 一定有什麼原因的 結果來發現是什麼 原來這一潭這個水 為什麼那個顏色是有一棵樹倒在裡面 所以耶穌會想說一定是跟這個樹有關係 沒有那個樹倒一定要水灰那個顏色 後來他們suspect就說 雖然沒有做科學研究 一定是那個樹皮有什麼成分在 所以這個州長 這個總督才會帶著這個去獻帽 真的也說舊的 不過後來歷史證明說 這個安娜你看才26歲就掛掉了 其實他從來沒得過 你也解釋別的原因死掉了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因為整個故事要把護衛傳說 才會有這個flavor 好 那麼這個故事就是被這個 大家都知道你會唸過生物學 烈典人就是植物那個生物的雙命名法就弄它 他終於找到這個人家送到這個sample 他就把它密名叫genus name 就是china officinalis 那這個officinalis這個拉丁文 意思是一種正統的東西 只要是什麼東西被證明它有功能 都會叫officialis 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可是他很不信 因為他是輾轉二手知道這個地面 所以他把ch弄掉了 應該叫china china 可是他把它漏掉了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他自己弄的祕名法是誰是先跟祕名 他就有權利 就不能再改了 所以他只好就將錯就錯 所以叫做 一直叫神祕 應該叫china 因為就是樹皮就是可以來練這個動機 吃了就可以治病 那現在有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樹皮的體煉物可以做 沒有人知道 只是說有效 喝下去就有效 可是有沒有百分之百呢 不見得 那麼要等到1843年的時候 這兩個華國人 這兩個這個good buddy Joseph Piranier Carpentou 跟這個Pierre Joseph Piratier 他們兩個就把它分離出來 這個樹皮裡面還有是什麼 奎年 甚至我們現在喝那個可惡可樂的caffeine 也是他們把它分離出來的 知道說這個 那麼這個曾經有一個他們的紀念碑放在巴黎 不過在二戰的時候被炸掉了 現在又換另外一個方式 已經不是兩人在一起同一個紀念碑 那麼為什麼鬼靈有這個效用 當然是他們把它分離出來 因為它結構把它定出來 是這樣 我們剛剛講不是那個 孽顏蟲進到行業嗎 吃行 那行業是Hemoglobin對不對 Hemoglobin有代謝物 就是這個代謝物叫Hemoglobin 它是沒有毒的 Hemoglobin是沒有毒的 等於就是 最後等吃完有混變要排出去 可是很奇怪 這個奎年遇到這個Hemoglobin 就把它集合在一起 你想想看 你本來吃飯都要排出去 就會造成你便秘排不出去 你溫死的對不對 他就這樣 但是奎年的力量就是把它幹掉了 可是這裡面有個漏洞 我們剛剛講不過這Gamitocite 那時候他根本不吃血 在那個孽顏總是不吃血 所以他不能殺他 所以他對Gamitocite是無效的 所以一定要花病了 你在裡面才有效 可是他沒有辦法殺Gamitocite 所以這變成跟一個文明動不了 所以還是在循環 奎年 那麼另外一個 他這個這種 這個叫Slow Death 慢慢讓你死掉 慢慢讓你死掉 你知道我們在座角度念神科 但是一個基因的昏布一定是一個常態昏布 有很多extreme的 好你可以殺到99% 有1%被你殺掉 那個就是下一個主群 他們活下來你就殺不了他 所以只會抗藥性是這樣 我曾經遇到過來 想要當我研究生 他跟我講抗藥性的原因是 他會產生一個東西把藥給解掉 我說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所以我從此就把他大學列個黑名單 這個學生是教說 原來是要有示範的東西把他 毒性給綜合掉 所以他就抗藥性 我說那個老師抓來 把他一槍把他避掉 好 這就是奎年 好 那麼現在問題出現 因為他是Slow Death 慢慢來 所以就產生這所謂抗藥性 其實就是一個 給你選擇那一個問題 那麼在二戰的時候之前 這個 因為德國最有名的藥廠 叫拜爾藥廠 這個叫做Hans Anderson 他就弄出一個什麼呢 合成的 他一樣是奎年 但是他把它加一個 choroquinone 然後這在二戰的時候 就被用了很多 他好處是什麼 他很難可以去攻擊那個代謝物 可是他對那gemilocyte 很難有作用 為什麼 因為他有這個綠 somehow他就能夠 把那個gemilocyte殺掉 所以這在二戰的時候 用很多 很power 在整個戰場上 馬上就用了 因為其實他們有根據 在二戰 尤其是在跟日本打這個 太平洋戰島嶼的時候 11馬來 12人比11子彈還多 所以說這個藥出來 當然是馬上有很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可是問題是這樣的 這藥一用 他又不是 他雖然說可以殺死gemilocyte 又可以殺死這個 schizosome 這個有含有血液的 可是他並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 所以總是有些那個 在這population之間 有些escape掉 你看最早是什麼 在1957年就從中南半島 開始產生對這瑞奎寧 能夠抗藥性的那個strain 這個plasmodium就出來了 然後散布到揮州 然後自己independently 南美也發生這個這樣子 所以到後來就是 孽吉又變成一道 又一個bottleneck 沒辦法又死胡同了 因為他也產生抗藥性的strain 他根本這兩個都不怕了 就問題就出來了 那怎麼辦 還是有一隻在死 然後台灣呢 在戰後因為百會待局 然後那時候公共衛生棉什麼 很嚴重 WHO就開始介入 然後就訓練我們 尤其在潮州先弄個 孽吉研究所的婚索 後來變成婚索 然後訓練這麼多人 這些都是當年參與 要防止孽吉的 你看這是當時的照片 當時很 你看當時在用骨掐 現在看不到你有牛車 然後拖著桶子 然後你要腳踏車 後面車桶是什麼 要去噴那個DDT的 噴DDT的 因為噴DDT是非常有效的殺蟲性 當然蠟索認為沒問題 後來可是你知道在60年代 就發現DDT是造成了很多問題 因為進入這個食物鏈之後 一去帶鳥 那個鈣的代謝有問題 那個生出來的蛋殼太薄了 母親一呼噴噴噴就把牠壓破了 所以Rachel Carson就寫過一部書 叫做Silent Spring 寂靜的春天 就因為鳥都不唱歌了 蛋都還沒有生著 就被媽媽自己的重點壓壞 就是DDT引起 不過DDT就是這個德國人 Paul Hermann Müller 他其實不是他發現的 因為他原來是這種斬跡 遠在1874年就被合成 他一樣也是有多個律 至少五個律 他是無意中 然後後來他做了一系列的時間 發現說他是一個非常好的 殺蚊子的藥物 也不只殺蚊子 大概是節肢動物能夠帶菌的 牠大概都能夠殺 因為牠是用神經毒 我記得我小時候 你同學很多都有投資 那到學校去老師就會把牠噴那個 DDT粉 然後一個毛巾把牠包起來 包一天 然後下午之前再去水龍頭 把牠洗一洗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不曉 DDT其實會造成很多奇形 很多科學就要慢慢累積起來 那麼這個DDT出來就很厲害 台灣當時也是靠DDT 你看1953年DD噴射聯隊聯訓練班課程 有室內室外 然後是你看包括有外國來的 Advisor告訴你怎麼做 這是他們日課表 有室內課跟室外課 那麼室外課就做那個竹子的滴尾 然後就練習噴射DDT 因為要很有效的用 然後再等一下再噴 然後台灣運氣很好 台灣的捏紋叫做矮角捏紋 他很奇怪 他不喜歡外面 他只喜歡在裡面 在黃紙裡面 在灰洲是70% 在外面30%在裡面 所以台灣因為這個矮角捏紋的外 很容易黃色為什麼 爬到家裡來 固定要噴在你的牆壁殘留 它一停上去 它就死倒掉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能夠把捏紋幹掉 其實有佔到便宜 就是這個捏紋 有它的獨特性質 可是捏紋 為什麼我們說 現在不怕台灣有捏紋 因為這個矮角捏紋 它需要反正是 水要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清澈 那台灣現在哪裡 可以找到這樣的核磚 沒有了 所以你也不必怕捏紋 以後捏紋重出現 那個捏紋也活不下去 因為沒條核磚被污染了 這是一個很諷刺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很進步了 其實我們是在退庫中的 我們捏紋養不起來 表示我們環境太爛了 要很好的環境才養得其他 那麼你看台灣捏紋根據從1946年開始 有進入所謂的準備期 然後攻擊期 然後肅清期 然後這個就叫保全期受成 然後後來我們可以在1946年 拿到全世界的第一張 證明年級跟主登記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張拿到的 好像這之後 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拿到第二張 沒有辦法成功 有它厲害的地方 當然因為很多人的貢獻 還有國際的 所以你看1965年11月1號公佈 然後再一個月之後 這個WHO的祖密特別來給 把這張證書交給那個連戰的爸爸 那時候連政東是內政部 接受的確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張 也是唯一一張的 內籍被從這個國家消滅掉的證書 就是台灣 那麼這個故事又出來了 1954年到1975年 這個越南戰爭打了21年 我記得我還最後1975年 我還曾經去 我那時候在當兵 還被派去越南去 把戰艦艇在外面去接那個華僑 把他接回來台灣 那時候我們不敢開進金蘭 因為炮彈也是打過來 這另外一個故事 那為什麼越南 那個北越他根本不怕 他在地洞裡面住過日子 然後突然你走過突然逃出來 打到他就躲進去了 全部都是 辦公室也在地下什麼 可是那個地方叫什麼 潮溼嘛 那個地方就是蚊子好住的地方 所以他們也死傷很嚴重 美軍也死傷嚴重 他們死傷也蠻嚴重的 那麼所以他到受不了是什麼呢 那個胡志明啊 就跑到中國去找毛澤東說 大哥幫個忙吧 這讓我死以內籍的人 比死以美國炮彈還多 那他當然就找他的二手 這個周恩來說 周雄你來處理吧 那他就找李國角說 你來處理吧 他們就成立一個523課題組 其實中國最好 他什麼事情都有代號的 一個哪一學要什麼 屬於什麼911大學什麼大學 好 523是因為67年5月23號 談這個社請書叫做523 Project 他們就開始做啊 篩選各種藥啊 然後也做臨床的實驗啊 然後呢 這裡面這個人是誰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古典上有寫的葛宏寫的書 葛宏寫的 然後他裡面有一句話 有千蒿魚臥水二生治 攪取盡之虎之 這是340BC喔 那不得了了 現在是2015再加302000多年前 那麼這群蕭 這一群中火就是什麼不多呢 人最多 人多腦子就點點子就多 所以啊 他們就 從裡面說因為清蒿嘛 就把清蒿拿來啊 還把它做萃取 有兩種方法 這是吃了膠囊 用吃的 那表示這個藥品其實是井性的 你要是沒有膠囊進入胃 胃算就把它綜合掉 所以這個藥品是井 也可以作品拿來注射直接打進去 那麼在二戰 在越戰之後 他們就這四個人寫一篇 劉靜寧大家讀六佑 大家知道這個名字啦 在1979年寫出這個第一篇paper 把它發表出來說 這個成分主要是什麼東西 那麼就是當年的一篇報告 他最後一句子 他是第四作者 也不是第一作者 也不是通訊作者 那麼大家知道他今年拿到諾貝爾獎 就是因為他 那麼這是他們當初定出來的結構 可是當時在 你不知道看1979年 這種paper 當時是對外不能看到的 大家就保密資料耶 期刊是保密資料 這個是 在當年那個氛圍之下 可是這邊的文章 我有看到他最後 謝子都要謝謝 偉大毛主席英明的領導 就想要謝謝偉大陳俊雅老師的領導 他們是標準的 只是文革的時候 最後一個作者一定都是毛澤東 我也看過那種paper 所以毛澤東是全世界發表paperpaper最多的 好 那麼這個就是清浩 就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這是乾燥 這是標普 這裡面有很有意思的故事出現 1985年的時候 一個美國人叫Daniel Klayman 他是在美國的陸軍的醫學研究所 我因為做Postar的關係 在馬上跟他有私交有認識 所以有很多故事是從那邊聽來的 那麼他就覺得說 這個中國很厲害 可以把金高速弄出來 可是他又對世外 他也不敗你 什麼都一切都封鎖 所以他透過他一個Postar 台灣出去台大化學 叫林愛珍 想辦法去弄到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東西 原來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清浩 好 然後呢 這是他當時的照片 他的工作地方在這個地方 我家就住這邊 所以我經常跑去找他 結果他就拿這個標本 道成Washington D.C. 有個Schmissonia 就國家自然國就國務館 就問了植物學 我們這裡有沒有這個東西 你看有啊 再來是用多的是 這個公園 叫做那個Hopper's Ferry公園很多 所以他就用一個下午 組成了一群這邊的社區的童子軍 去幫他砍了一卡車東西回來 我就開始體驗 因為他技術好 他就是天然化學後的專家 Nature compound 你看他很厲害喔 他就把花表在Science上面 1985年的Science上面 5月31號 他是在Walter Reed Army Hospital 他就把花表出來了 結果呢 原來原來是這個 他把他叫做Chin House Hopper's Senior 其實這個人扮演很重要 後來圖佑又能夠拿諾貝獎 必須感謝他 因為他真的去替阿婆 這個無名的小組啊 居然有做了這麼好的事情 不然他是叫三部 他也沒有博士嘛 他也不是博士之道 也不是院士 什麼都不是啊 就是四世了 不是三不四了 就是Anyway 是他花主要是他把他這個定出來 那麼為什麼天昭樹那麼厲害 其實他們 獨佑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是這個Daniel Clement弄出來的 他結構定出來 就是這兩個羊 這兩個羊是單靜連在一起 他的表示是什麼 這兩個就像一個非常 你知道羊是氧化力很強 Oh Station能力很強 什麼遇到的東西 他會把你氧化掉 就是那個 捏顏蟲裡面不是有這個血 就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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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今年7月1號的時候 他就去美國哈佛領這個 哈佛第一屆的生醫科學獎 所以大家都想說他拿諾不良是遲早的 而今年剛好 就因為是講寄生蟲 所以他就拿諾不良 可是他就感謝說做這一句話 讓他有一個idea做出來 其實他們Screen兩千多個compound 不見每個都有效 即使氫薅樹裡面種類也很多 也只有一種有效 另外一種非常有效 可是對人的毒性非常強 覺得不能用 然後他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他是因為人成名這種 又要講故事了 10月23日他講過 他參與這個523項目的死磨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這個科學報 可以調出來 讀一讀他的來容區 好 現在有一個問題了 事實上 那個Artemisian一用下去 有發現其實也會產生抗腰性 因為他這個原蟲是最難的 原蟲是非常高的 不像Bacteria Virus那麼簡單 他擠那種非常複雜 所以開始有抗腰性出生 所以現在這個新的方法叫做 主要成為一定要的這個氫薅素 然後再複合其他的藥品 等一下我會講 那就要 這個一個豆差不多一塊美金 那麼這個 Microsoft的老闆跟他老婆的基金會 然後美國就開始抖捏了 差不多四千多萬美金 在Tensania 在印度 種這個Artemis 種青蒿 一些砥煉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到 這很奇怪 青蒿素明明是中國開挖出來的 為什麼中國沒有逮到這個商機去做 而要到這個地方去生產在地萃取 這萃取根本是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想到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什麼呢 2001年就發現 這個英國就有名的 真賣次那個雜 有山寨版的Artemis 被賣出去 2001年 假如這是在日本人的話 他絕對是做最純粹版 全世界的Market版的空了 只有跟我日本 可是中國就是有這種山寨公司 就太多了 2006年這個Plus Medicine你看也是一樣 Main slaughtered by fake 這個青蒿素 然後最近的Times 2012說 Fake malaria 就有indangered meaning of life 所以一個國家 你知道有錢有人 沒有那個culture的修養 實在是沒有用的 對不對 然後在台灣的話 我就全世界幫你看 全部Artemisia只有跟我買 最純的 我就嘆氣了對不對 結果人家現在 只要大家去就地去種 然後再萃取 這就是很笨的殺雞取卵 好 那為什麼會 這個Artemisia會沒有效用呢 不是沒有效用 也不一樣 還有你的treatment的劑量不對的話 也會產生抗藥性 所以假如這三個不好的因素出來 就產生這個resistant的病人就出來了 所以科學家們還有醫學人們就想說 好 我們來針對這三個特性來弄出什麼 組合式的五種方法 叫做ACT的方法 就是這是一種方法 這個Artemisia 互配上這個Numenphalentine這個藥 可以治療 可以殺某一類型的原蟲 然後這又是另外一種組合 一定都是Artemisia這個東西 然後不同的藥 另外不同的原蟲的genotype型 然後這又是另外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 可是這又是另外一個Artemisia 去把它做組合上的改變 合成上的改變 所以這是個沒完沒鳥的戰爭 好 那麼現在最有效的呢 用什麼 能夠用疫苗是最有效的 疫苗就是把它斷根 不要用去攻擊這個病兒 我就用人來做一個防衛系統 但它最主要叫做 Effective Available跟Accessibility 那有一個叫 Malterior Vaccine的Initial在作用 從2007年開始在推動 那麼它現在這個 Mercine有三個考量範圍 就是你在還沒有臨床之前 有Clinical Pre-Clinical Study 然後再Translate再轉移的過程 然後最後你有這個Mercine的Candidate 要怎麼去經過 第1、2、3階段的處理 然後才可以用到人體上去呢 那麼現在是這樣 困難就在什麼地方 其實它感染有三個階段 在還沒有進入紅血球 要是能夠把它擋住 也是有方式 另外呢 已經進入血球 用疫苗擋住也是有方式 另外一個是它產生Gamiluside 也擋住也是有三個方式去進行 所以也不容易 這個虐顏蟲這麼厲害 就是說生活史越複雜 你越難斷它 它的逃亡的路線就越多 所以這也是我們 但是至少我們科學家都已經把這個解出來 問題是要怎麼退出 那麼現在目前有八個同時在進行 現在最成功就是這個GSK-RT-SS 現在目前是已經進入在做臨床的實驗的是這個 目前也是一樣 後來是透過這個美國熱帶 就是陸軍的醫學研究所在做 所以這種這RT-SS 在目前是已經在做臨床 可是聽說差不多只有50%有效 那麼上次那個佩玲有黃黃 通過這個代言 他說其實這個也是很危險 因為只有50%的話有個缺點 有50%沒有辦法 所以你以為你安全的 可是那個小朋友 在五歲一直被寵物感染 你就微細了 可是現在你既然被感染機會很少 反正50%沒有變 反正變成這樣會死得很厲害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就是說真的要怎麼解決不知道 那現在你以為以前事情故事全部要結束了嗎 沒有 一個新的推述說 從美國無意中一個叫銀交局 被無意中引進非洲 這plus1才兩個月 三個月前的paper 你知道這個銀交局什麼事情呢 他的資業很有營養 那獵犬蟲去吃他 這次給他蒸入水他就要死掉了 他可以活下去了 而且他不吃人的血 他吃這個銀交局的這個花蜜 他就可以活下去 所以原來以為快要打完了仗 又出來一個莫名其妙的 一個複雜的因素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上個兩個月前 的economy的專輯 配合諾貝爾獎的宣布以後 有七種疾病 是每年殺掉1200萬的人裡面 就是這些 瘤疾也是一個 然後你知道司從病是這個日本人 Omura Satoshi跟這個 他的朋友這個 他發明這個藥 抗生素那種 由他的Campbell這個朋友 來做臨床實驗 結果他們發現說 這個可以治療這個吃蟲病 這個疾病 那下一個問題很有意思 他們有最近發現 就大數據的處理 只要這個病人有接受吃這個藥 Evermectin這個 治療這個Felarius 死於孽疾的機率也降低 顯然這個藥也有可能是 又另外一個新的Candidate 可以來助治 對抗虐原蟲的 好 那麼現在大家知道這條路 有點像畫靈要回台北一樣 很遠很遠 不容易 要變成所謂Malaria-free的機會 還漫漫長夜 所以要各位在座有人 願意去參加這個戰鬥 我們都要退休嘛 新的一定要有新的想法 那麼最後就是把這個演講 敬獻給所有為台灣 確除孽疾的所有的前輩們 給他們一個治療 謝謝 謝謝老師精采的演講 其實這個瘟疾是 就剛剛老師特別用這條路 待會我們就要回台北 感覺真的是慢慢闖路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去研究的話 我們在地球證詞有把 密集相關的這個 紀錄片 大家可以去那邊找 然後也有閻老師之前 在我們節目上 分享他很有趣的一些 研究 大家也可以上網去看 那現在就休息時間